大家好 我们很多花友养君子兰呢可能会经常出现这个君子兰烂根甚至是死苗的情况 那么君子兰烂根死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了 其实80%的原因就在于浇水上面 很多花友给君子兰浇水总是遵循着几天浇一次几天浇一次 那么其实这是非常不准确的 我们都知道君子兰的根系呢是肉质根 那么肉质根呢它其实是能够储存非常多的水分的 我们浇水的时候一定不能够过于频繁 也不要根据几天几天来判断该不该浇水 因为每一个时期它的这个温度湿度天气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盆土的干湿状况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够根据几天几天来判断 我们最好就是根据盆土的干湿情况来判断 盆土干了我们再来给它浇水 盆土还是处于湿润状态就不要浇水 那么怎么判断盆土到底是干的还是湿的呢 很简单我们在准备要给君子兰浇水的时候准备一根竹签 然后插进盆土里面把它放置大概几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再把它取出来 大家看像这样子是比较湿的一个情况 还带有非常多的泥土 那就说明是不用浇水的 如果已经干了不带有什么泥土 那就说明了已经干了 我们需要及时给它浇水 如果你过多或是过于平盘的浇水 那么根系呢一直泡在水里面 无法正常的呼吸 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闷根 甚至是烂根的情况 所以浇水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当然如果是在君子兰的生长旺季 我们再给它浇水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适当的给它补充一点 这种君子兰专用有精养液 这样呢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补肥 而且也不会出现烂根烧根的现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养君子兰的时候 总生蛋根死苗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浇水了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君子兰浇水的方法和时机 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